晶圓电子恢复上班 骑机车的员工队伍排很长 在入口处必须一个个扫描证件 登记身份 截至6号晚间 晶圓电子有195人确诊 外籍移工占大多数 超风电子和志邦科技 确诊数字比较少 但快筛还没有结束 会不会攀升也很难说 配合中央指示 三家电子厂的外籍移工 全都停止上班薪水照付 晶圓电子是半导体测试大厂 新竹总部 竹南厂 铜锣厂加起来 员工总数大约7000人 外籍移工就有2000多人 劳动力短缺 冲击产能在所难免 目前采取降载复工的方式 继续运作 检验完就觉得 然后公司有消毒 就还可以上班 现在上班有分流吗 上班吗 分流有 我们有些同事不软 那你现在上班会怕 还好 还好 人少就好 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 王毕上在脸书表示 晶圆电子移工确诊率 比本国员工还要高出很多 高风险的800多位 移到集中检疫所隔离 低风险的就地隔离 限制外出 并且加强健康监控 定期裁剪 不让感染继续失控 全力防堵 大海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而以 高风险的